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美好舒適的生活環境 這是一個租盤 放租的 所以大家未必需要真金白人買 只讓租都可以享受到舒適的環境 地理位置我們在Richmond河邊 這個屋苑叫Holly Bridge 發展商是新航機Expert 這個屋苑我們之前已經拍過影片 介紹另一個放租單位 看過會所 下面有什麼泳池、籃球場、專訪 我們今天會重點介紹放租的單位 首先單位 這座的地址是6811 Pearson 也是去年落成的三座其中一座 方向大概是西南偏西 這邊是西邊 看見河景 遠處有Vancouver Island的山景 大家看到附近的生態很好 有很多海鷗、人 我們對面就是同一個發展商的上一個屋苑 With a Green Tool 我們的中間也有些園藝、園藝、草地、小朋友玩的區域 做分隔的 所以就算你在這個露台上看出去 雖然會看到對面的樓 但距離比較開 而且也有些圓景 又有河景 再講講這個單位 它本身又有一個Good Features 可以看看這個露台 我覺得超級舒服 很大、很四方、很闊 而且也是一個很遮蓋的地方 即使下雨、飄水都在外面 這裡、裡面是很安全的 現在屋住都放了一張桌子 現在大家看到的所有傢俱 都會在租金裡 即是在包包裡 如果你想租這裡 你全部都可以享用了 我們進去單位看看 它是一個兩房兩次的單位 室內總面積是808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一個很實用的 即是不浪費位 門口咖啡式那裡 打開進來 右手邊已經是一個U-shape的大廚房 它所有的廚房電器都很高級 都是MIRROR 而且因為它大單位 尺數都很大 好像這些雪櫃都是30吋的大雪� 中間也有一個POWER PANTRY 可以讓你放東西 焗爐和爐頭是分開的 微波爐和焗爐的尺寸都很好 全部都是30吋的 然後這邊中間就是GAS的爐頭 5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聲盤 然後洗碗碟機就是這個位置 都是MIRROR的 全部電器除了微波爐都是MIRROR 另外它所有台面都做得很漂亮 包括Hollybridge的特色 有一塊正方一點 寬深一點的 推出的 可以做桌子 而且它和普通Counter位 還有一個小小的吸 水就沒有那麼容易 飄到過去 容易清理 這個單位 其實是一個真的拿包入住的單位 而且是業主精心自辦的 因為這一手的業主 其實是有自住的一段時間 因為有其他原因 要離開溫哥華 所以才拿出來放租 大家看到它的單位裏面 所有的傢俬 大到小都會包在租約裏面 當然如果有些小小物件 你真的不想要的話 再和Carrie商量 就可以幫你處理 好像這些沙發 Cousine 然後這些桌椅 其實都是業主 當初是為了自己去配 包括裝飾物件 電視機等等 全部都包在裡面 還有一些小櫃子 去配置這些位置 中也有 去到廚房這邊 它連煮食的很多器材都有 我記得了 杯碟碟碟碟碟碟 這個是微波 都有 對 全部都有 那些櫃桶裡面 Organizer 電視的音響都有 對 音響全部都有齊 你住這裡的話 你就真的 我們因為是Richmond 機場過來這裡 10分鐘的士 你帶些衣服 就已經可以住在這裡 非常方便 煮食的話 它好像連下面這裡 K仔你可以拍的 拍下面這裡有些 煲煲鑊鑊鑊 全部都有 然後還有 Rivergreen Holybridge的設計 有一個很大的櫃桶 這些收拾器皿 Organizer 全部都有 我記得業主還說 有些家便都會留在這裡 看一下 哇 很多清潔用紋都有 然後下面也有垃圾桶 這些都是原裝發展商 做好 好 跟著剛剛和大家看完這些電器 我們看一看那兩間房 我們先看這邊 這邊其實是書房 是小房仔 現在業主 將它decorate做書房 但其實這間也是睡房 可以放床 天下都有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 適合大家 Work Permit Study Permit 或者是Local 一個Yankarple 然後住在旁邊的房間 這裡就做書房 好像Work Station 當然要把它變成一個房間 睡覺也沒有問題 這些也是原裝做好的衣櫃 衣架也有 皮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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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很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Cross living room 這裡就是laundry room 裡面也是Mila的洗衣機 乾衣機 也有外的浪衣架 清潔用品 全部都有 然後這裡過去就是主人房 中間這些位置都放了櫃 大家可以存物在這裡 主人房的話 是向西南 有少少藍邊 所以都會很光亮 而且很闊身 兩塊大玻璃 這邊有個可以開窗 呼吸的 這裡都有書櫃之類的東西 而且這個櫃可以上密碼 所以大家有時候想買一些安全的東西 都可以用Password 然後這邊就是商人座 Kingsize 然後這裡就是兩邊的衣櫃 Hello 這裡是原裝都做好這些開門式的衣櫃 然後都有些櫃筒給你儲物 洗手間的話 兩個廁所都有New Heat 一踩進來就可以了 我們開到28、9度 這裡是Shower Stow 全部都是做了地磚 然後也有鏡櫃 這個鏡櫃應該是開燈 對 OK 然後下面兩格櫃筒儲物 好 我們看看門後 還有一個洗手間 它單位冷暖氣的控制是這裡 有冷氣有暖氣的 都包在Strada 3裡面 大家租一下自己給電費 賣保險 以及自己在網上就可以了 還有Speaker 所有的燈都是Dimable 大家感覺到越來越暗 全部可以點的 現在被我關掉了 再開 左手邊門口進來 就有個closet 衣櫃可以放東西 業主幫你連買送車都準備好了 所以大家要去買送的 可以不需要再自己買了 走去大桶華 對 很近的大桶華就在旁邊 這個是大門口 門口也有裝到密碼鎖 也可以自己用鎖匙開門 然後門口進來 剛剛說了 右手邊是廚櫃 還有一個space 可以給大家放鞋櫃 就是一個小的鞋架 鞋架都有 對 什麼都齊齊了 Island 上面也有椅子 左手邊這裡 就有個second bathroom 剛剛看了主人房 一樣兩個洗手間都有地暖的 踩下來很舒服 這個就是浴缸 剛才是shower 這個是浴缸 然後其他配置都是一樣的 就沒有了鏡櫃 外面的廁所 廁所也有了 大家不用擔心 還有它還有很多清潔用品 其實這個業主看得出 它很疼屋 整個家裡最多 不是整個家裡最多 就是不同的清潔用品 剛剛那個櫃也是清潔用品 它所有東西都很小心 所以我也希望找到一個租客很疼屋 會appreciate這件事 我們剛剛嘗試開這個電視 會看到它連電視的remote 都已經放好盒子 所以它所有東西都很整潔 非常之好 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都做了專業清潔 所以進來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professional clean號的狀態 不是進來 是有一陣子清潔了的味 是的 好了 說回租金 現在這個租金 乾淨的味道 乾淨的味道 好了 租金是4180元一個月 所有大家看到的傢俬包了 也有一個車位 還有一個locker 起租的話 現在都已經準備好可以起租 也希望租約是一年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聯絡Carrie 或者可以上網站去看 我們有其他租盤都在放 拜拜 這個單位大家看到 其實已經有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放了一半 這個位置沒有什麼 這樣 哇 有沒有拆了毛 什麼 有沒有拆了毛 看看毛可不可以 好像拆了好一點 你過來